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来给大家聊一聊千岛湖事件 那么这起事件应该说是迫使台湾人 把自己的身份认同,从中国人认同 转向台湾人认同的一起事件 那么就像很多这种重大事件一样 中国人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不知道真相 那么我可能会把它们做成一个系列 那么我起的名字叫做被骗人民共和国中国 那我们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国民 就是被骗的中国人 那这起事件发生在1994年3月31日 本来中国共产党宣称是一起火灾意外 但是在家属的努力和这个勇敢的台湾的记者的努力之下 尤其是在李登辉总统和台湾政府的施压之下 中国共产党被迫承认这是一起抢劫,纵火杀人事件 那么尽管中国共产党承认了这起事件 但是仍然把它完完全全的归咎于意外 那么到底这件事件是意外 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阴谋和策划 那么我这里也不确定 但是我会在这个描述栏里链接一篇文章 我觉得对于这起事件中的很多细节的追究 很有这个阅读的价值 大家可以一步观看 那么我在这里特别的要说明的是说 哪怕这起事件没有任何的我们说阴谋 仅仅是一起意外 那么它也是一起注定会发生的意外 为什么 因为抢劫这件事情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有 大家总有人想要不劳而获 但是在抢劫之后 就是进行这个杀人 这个事情是不普遍的 不普遍的 为什么呢 因为抢劫的这个刑法和杀人的刑法 是有这个巨大的这个差异的 所以很少有人会在抢劫之后 还要杀人灭口 但是中国是个例外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是 刚刚在1983到87年进行了掩打 那么掩打之后 这个掩打的这个遗风 其实也一直持续 那么在90年代的这个早期 也发生过这个小偷小摸的人 在山西被枪决 那么也就是说 在那一段时间 你犯下这种小偷小摸 或者是这个抢劫 是会有可能被枪决的 那么与其这样 不如干脆把人杀掉 反正杀人也是枪决 抢劫也是枪决 那么 当时在1983年到87年的 所谓的这个严打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杀了两万四千人 那当时严打的这个口号 就是 可抓 不可抓的 坚决抓 可判 不可判的 坚决判 可杀 不可杀的 坚决杀 是在这样的口号之下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这两万四千人中 我相信有大量的人 是根本 就是冤案 或者是说至少 是不该被枪杀的 不该被枪决的 这种不匹配的这个罪行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其中就有这个 以流氓罪被枪决的 一名男生 那么这个男生做了什么呢 他就是给 自己的女朋友 拍了一些比较 这个暴露的照片 他也没有散步 他只是拍了这样的照片 就以流氓罪被枪决了 那么就在这一个严打的 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面 才会发生千岛湖惨案 这样的说 他本来目的只是抢劫 是为了求财 那么最终 却残酷杀害了 包括24名台湾人 和8名中国人 在内的32人 那么可以说 中国共产党 是难死其咎 这是注定会发生的 一个意外事件 假如它真的是意外事件的话 那在发生这个事件的当下 中国共产党宣称是火灾意外 所以当时这个台湾的这个家属 他是抱着他的家人 有可能还活着的这种期待 因为是一个火灾意外嘛 他们在4月3号到达了当地 但是他们一到当地 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可能不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共产党派出专人 一对一的贴身监控 这些家人 完全就是这个便衣 武警公安人员 是团团围住 这些台湾人所居住的旅馆 这个严密的监控 他们去的所有地方 接触到的所有人 导致当时随行的 这个台湾记者 只能假装成是这些 家属的家人 才能够跟他们这个沟通交流 不然他都是 就是接触不到他们的 这个记者都完全是被控制 被监控的 所以说在这个记者 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 那么他们就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比如说他们这个传真 这个传不出去 这个记者打电话 打着打着就断线 那这些记者 甚至遭受人身的这个威胁 那么有一名记者 他终于拍到了 当时这个船体上面 有弹孔的这个照片 他为了把这些资料内容 传递给台湾 甚至被迫是要在厕所里面 跟身份还没有暴露的 他的这个同事 偷偷的做交接 那么这些资料呢 是被转移到一个台商身上 这个台商把这个资料 塞进这个鞋 鞋子里面 塞进鞋底 才能带回台湾 那么当时 就是说 这个记者发现 这个船上面有弹孔 那么当然有弹孔的船 那么就是不可能 是这个所谓的火灾意外 那么同时 他们家属也发现 当他们被允许 去看他家人的这个遗体的时候 发现这个遗体 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说比如说他上半身 是这个就是被烧 被烧的 但是下半身却没有被烧上 那也就是说 他这个火 就是烧起来的这个当下 他是坐着的 那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 那如果是一个火灾意外的话 那大家肯定是试图要逃跑 那怎么会只有上半身烧 就是烧掉呢 那这是不合理的 那么同时家属也发现说 他们就是家人身上的很多 这个贵重物品是不见了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这些细节 就使得家属 包括记者都认为说 这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抢劫杀人 而绝不仅仅是一个火灾意外 那么这些消息传回台湾之后 这个在事情已经发展到 4月9日 那么台湾的这个总统 李登辉总统 他就痛骂中国共产党 说他们是这个 不讲道理的土匪 那么他进行了这种 这个施压的情况下 在4月10日 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的官媒 就开始转向 就开始说 有可能有人为的 这个痕迹 那么在这之后呢 4月12日 台湾的陆委会就宣布 要中断两岸的这个交流 那么在这种 就是台湾的总统李登辉 和这个陆委会的 这个政策的 这个中断两岸交流的 施压之下 中国共产党终于被迫 在4月17日 承认了 这是一起重大的 这个抢劫 之后 把这个 这32名 这个 中国人和台湾人 关在这个船舱 然后点火 烧 就是把这些人 实际上是烧死的 这样一个非常非常 惨烈 惨痛 这个 这个泯灭人性的 这样的一个案件 那么中国共产党 城镇之后 仍然 就说 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现在是不清楚 比如说 按理来说 收毁这个船 所需要的这个油 是很多的 包括说 这个船险上的 有这个枪孔 那普通的中国人 是如何弄到 这些枪支的 包括就是说 后来审讯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办 这个 抓到这三个人 是 非常这个 配合的 承认了 整个这个事件 整个枪决的过程 也似乎有一点神秘 那么有很多的 这些细节 大家不知道 但是尽管如此 有一点可以确定 就是 中国共产党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他首先第一 他是试图以 火灾意外遮掩 第二 他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给家属造成了 巨大的这种伤痛 比如说 当时这个家属 就说 完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就解剖了 他们家人的尸体 那家属想要看这个厌尸报告 不给家属看 那家属呢 想要说 夜落归根 想要把他家属的这个 家人的尸体 运回台湾安葬 中国共产党不允许他们 把他们家人的尸体 运回台湾安葬 就是逼迫他们这些家人 同意火化 那因为他没有办法不同意 就等于说是 就不允许你运走 那你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不然呢 你就难道看着这个 这个家人的这个尸体 就这么放着吗 所以说是 硬逼着这个家人 同意了这个火化 最终这些家人 只能带走 他的这个家人的这个骨灰 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家属是非常伤痛的 这个离开了中国 那么甚至说 关于整个的这个真相 都是在家属离开中国之后 在这个陆委会和李登辉总统的施压之下 家属才知道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 纵火抢劫杀人案 都是他在离开中国之后才知道 那么这一切 最终他应该说是深深的伤害了 台湾人 尤其是深深的伤害了 自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 那么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 有百分之二十七的台湾人 是赞成统一 那么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就滑落到了百分之十七 只有百分之十七的台湾人 在这个事情之后还赞成统一 那么是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落差 那么一直到现在 就是应该说是赞成统一的台湾人 就越来越少 但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 是在这个时间点 是中国共产党 还有这个整个的 这个在这个事件处理过程中 对于台湾人的这一种侮辱和伤害 其中甚至包括当时这个处理这个案件的 这个副省长公然在这个电视镜头上面说 说就是认为说台湾人胡搅蛮缠 认为说是就是已经办得处理的很好了 就是没法给你们沟通 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 在对这些遭受了这么惨痛的这个家人的这个事情 的这个家属在说话 那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迁岛侯事件 都是本来中国人应该知道的一个事件 就是就姑且不论说这里面牵扯到24名台湾人 就仅仅说32个人 在游船上面被抢劫 纵火杀害 那这都是应该一个非常重大的 中国人应该知道的一个案件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中国人对于这件事情 是完全不知道的 那么中国人常常觉得奇怪 说为什么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为什么台湾人不想被统一 那么这个事件其实是一个答案之一 答案之一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那喜欢的话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那也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